希望可以得到你的看法和解釋 是,OK 第二問題是108克剛的核心精神是自發、互助跟功耗 以你的角度,看到現在實行的程度會有哪裡需要再改進 或者是有哪裡可以改變得更好的 對,其實我想總剛精神它是這三個價值 其實它就是告訴我們這三個價值比起其他的價值 在這個總剛裡面比較重要 它並不是像永續發展的目標那樣子 有一個很明確的說 好比像說2030年費結合要重新做上消失的這種程度的目標 有這種程度的目標 你才能算您剛剛問的那個問題就是它達到的程度多少 那這三個價值你把它標舉出來 價值本身並不是目標 價值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價值只是說當你在想事情的時候 好比像說老師有標準答案 跟老師沒有標準答案跟同學一起去找答案 這兩個在教育上面是都很常見 而且也沒有屬優屬略 那我們在總剛只是說當你面臨這個選擇的時候 然後你要亮起自發兩個字 然後往後面那邊偏一點這樣子而已 所以第一個我會覺得說像這樣子價值取向的東西 它沒有達到的一天 它在隨時你做決定的時候都可以來幫你忙 那第二個是說因為我們並不是全面的在所有的高中 每一年級都開始立刻實行伊林馬克剛 我們會有三年的時間是伊林馬克剛跟之前的九九克剛並存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是希望說高二高三的老師們能夠來高一的這個課堂 那不管是透過共同備課 共同觀課 或者他們現在組成一些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自救會 沒有 研席會啊 那些社群啊 然後來理解到說他們這樣子一個傳統的教材教法跟新的這個教材教法到底有哪些不同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這三年都沒有辦法來論斷說這些價值它到底融入的情況如何 因為畢竟第一個它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融入 第二個第一批的這個用新課綱的朋友們 其實也還沒有面臨到跟大學銜接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說我們是不是不是等兩三年再來問這個問題 很可能會比較好 現在大家都還在一個摸著石頭希望可以過河等的這樣子一個情況裡面 那他只是告訴我們說當你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不要走岔路 那要怎麼樣不要走岔路呢 這三個路就好像被擊刑那樣子 就放在那邊你不要問問然後就歪到對面去了 就變成什麼標準答案 英式教育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可能現在沒有辦法很具體的來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就算過三年我也不會說大勝率多少 或者能說那目前看起來磨合的情況 大家是否能夠內化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說不定是可以的 第二個問題現在說 鄧偉在小時候有去過德國一趟然後再回來 那覺得德國教育跟台灣教育在科學 如果單以科學教育方面有什麼不同 然後你的感受 你接受這個教育下來的感受是不是 是我覺得因為我去德國我是降讀 我是五年級讀他們四年級 那為什麼是因為他們四年級之後 當時就中學了嗎 對那他們中學同樣的跟我們現在一樣 也分技術綜合跟學術 那學術就是所謂的GIMPASIUM 那當然我們現在還是叫做一般對不對 好那雖然我對那個詞有一點意見 但隨便就說 就是說他們就是在五年級分流 不像我們是在七年級分流 那所以因為我一去他們也不知道把我分流到哪裡 所以我就降轉然後去讀那個 等他們國民教育大家都一樣的那個部分 那時候讀四年級的時候就很明確知道說 其實很多人的志願 其實他也不想去綜合 他也不想去學術 他就要去技職 而且他覺得去技職呢 他也不是為了什麼貼乳家用什麼之類的 他就覺得說這樣子他最快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而且他對社會有貢獻 在社會什麼地位是很高的 那因為在德國很多人都是自己蓋房子 像我去住的那個房東 他也是自己花了好像十幾二十年 才把我們就是後來他租給我們的那個房子蓋起來 所以他們都很欽佩說 就是能夠很有效率的蓋出很好的房子的人 我們在講的不是說那個建築師大設計師什麼 而是真的就是工班就是砌啊 等等的這些技術職業人員 那其實這個很容易了解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有去砌過砌的經驗 你對於這個老師傅的這個能力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其實像我們現在同樣的一台口罩機 有老師傅來調教跟沒有老師傅來調教 他的強量可以差到十倍 所以就是說就是你要自己去調過才知道說那有多難 那如果大家在就是第一或第二學習階段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沒有自己動手實作的經驗 那很容易覺得說學術的部分聽起來非常的厲害很高大上 好像學術去不了再分類我去既既 那但是因為如果他們在前兩個學習階段都有這樣的經驗 像我去那時候在德國我們很多非常非常多師作課程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個是很容易獲得成就感 很容易對社會有貢獻 而且專案錢也特別多 那由這三個情況下 那他技職反而會變成很多人的首選 是對學術真的有興趣的人才會去念學術的那一櫃 那時候我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那在台灣可以說這也是新課綱的一個理想 那你說這個目前有沒有達到大家都知道還沒有吧 但是因為主要還是你要這個舅舅上一代嘛 就是家長的那個形態還是要能夠調整 那但是我會覺得說我之前在德國這個經驗 確實我之前到課發會有一小段時間嘛 跟芳欣周老師一起加入課發會 我們是一直在強調整個部分 就是盡快的讓大家覺得說所學的社會有貢獻 而且在我們的每一個群科 就是技職的這個相較技術高中的群科裡面 我們都要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是立刻就可以對旁邊的人也有好處 不是只有對你有好處 那對於教育來說你的理想教育是怎麼樣 我覺得理想教育其實就是世信陽才這四個字 雖然很關強超級關強 但是我覺得世信陽才現在我們已經不分學習階段 都共用這樣子一個願景 在以前示範教育培養的時候 很多就是我如果是教國教的 我就去教國教嘛 教高等教育教高等教育 國教裡面其實教高中的跟教小學的 其實也不是同一組人 所以就是說大家都是那個分層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後在每一層裡面 因為中間可能都還要考試啊 最早最早的時候甚至連到國中都要考試啊 那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每一個階段好像是在為下一個階段的考試做準備 的這樣一個教法 所以其實在世信教育裡面都是有點把它斷開來的 這個情況 當然更不要說他們要特教啊等等的不同的情況 那但是呢我們現在如果用世信陽才這四個字的話 其實就算人到了七十歲到了八十歲 他還是可以世信陽才 所以你就不會有一種好像就是小學要做一件事 國中要做一件事高中要做一件事 我們是每一個年齡階段都要做這樣一件事 那這裡面其實也有一些認知科學的這個發展嘛 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是我很小的時候 那大家都以為說人的這個學習到某一個程度就會定型 那定型之後我們就很難再去所謂這個老狗很難學習吧 西洋等等 那當然後來就我們在認識科學上面 所謂的neuroplasticity嘛 就是你不管多年紀多大 其實你的腦神經還是可以重新誘導重新分化 它只是速度可能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它的潛力仍然是無限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新的科學的見解底下 我們就發現說 那這樣子我們似乎不用什麼都全部塞在所謂的起跑點上 以前那種所謂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其實一方面第一個你可以是事後 我們說輸到用時可以隨便找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其實有些你也不一定都要背在腦裡 因為現在很多人他不再去背書了 他只背哪個關鍵字可以找到那本書 然後他就把那個關鍵字提進搜尋集 他就一定找到那本書 所以以前在沒有忘記網路的時候 我們在強調就是說你在記憶力最好的前幾個學習階段 你要背很多東西 那原因是因為沒有忘記網路 那現在有了的話 其實你只要背正確的關鍵字就好了 你總是有一天找得到的 而且資訊還是新的 你以前背的都是舊的嘛 因為腦裡那個快學很難清除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終身學習的角度裡面 如果我們在每個階段都說 那就是失信陽才 而不特別去區分階段 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做到所謂輕盈共學 甚至老幼共學 就是他破除了特定的年齡階段 特定的地點的限制 因為有所謂的雙食招式 跟所謂特定的領域的限制 你不會一定要分析分割 我們是先找一個問題 讓大家組隊打過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謂PBL 那所以就是不再有年齡的 地域的 以及學門的 這三個限制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理想的一個學習心態 那鄭偉曾經以星座比喻成科目 那對你來說 你覺得教育跟科展對你來說 可以總結前面的看法 對 我覺得科學展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什麼有哪一些什麼超新性爆炸 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一些新的東西 它不是在既有的這個學門裡面 因為在我們當時 其實也沒有資訊這個類科 那其實我們所有的應用的 全部都放在所謂的應用科學 這個 那是其實叫做雜項吧 就是當時當時我第一名嘛 所以那個我做的是電腦的推論 就是所謂叫電腦哲學家 你跟他講一些這個邏輯 那他就會學習到 學習到之後他就會理解 那理解之後就會告訴你一些推論 那但是我的當時的第二名是講那個麵包蟲 怎麼把保麗龍能夠縮到比較小的大小 然後讓它比較容易運送 那所以你看這兩個毫無任何關聯 對方有人被堆到同一個類科去 但是這也沒有問題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我們興趣都很廣泛 所以第一個我們是真的可以交流 那第二個是當時我還跑去北京嘛 因為北京他們那時候不是所有人都去 是我們只有第一名的去 但第一名要幫第二名的解釋 所以我還要看得懂第二名的客廠作品 也因為這樣子我就獲得一些生物學的知識嘛 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這些新的創建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是知道說 我們彼此雖然說好像有點競爭關係 什麼第一名第二名 但最主要是這其實沒有什麼可比性 那沒有什麼可比性的話 大家就比較願意互相學習 那不是說我同一個題目 像我當時也有參加數學進士 數學進士就完全不是這樣了 它不是開放式的 但同一個題目看你解一題 解兩題 解三題 你誰解得快 誰解得比較深等等 那那個的話就有點比較容易純競爭 你可能只有準備的時候可以互相學習 你在實際進去數學進士的時候 沒有什麼好互相學習的 那但是除了超之外 那個就可能不是很好注意 那但是在科講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個不同的方向 可以說是不同的行星 那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可以看到 互相學習的可能性 謝謝老師 我問你問我 我是中山女孩的同學 我叫做高安成在 接下來幾天就會有我負責 是 那首先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您在國際科展中 您有提到14歲那一次做的資訊主題研究 間接影響 然後到後來去做公司顧問 那可以跟我們說說看 另外一次的科展是否有帶給你一次公司 然後當時主要支撐您做這個決定的會是什麼 然後對於您做這個決定是不是有後悔過 所以我可不可以先問 你說我的另外一次說國一那一次嗎 就是七年級 因為我七年級八年級各有一次 對七年級 其實他比較是自己沒有網際網路的情況下做的一個作品 那八年級是幾乎全部用網路上的資源 那這個也並不是因為什麼別的緣故 只是因為說從1994年到1995年中間 這個全球資訊網友大爆展式的增長 並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 是全世界的社群在這一年之內 把非常非常多的東西放在網路上面可以取用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我七年級跟八年級 他的做的那個水準是完全不一樣 不像是差一年 是比較像是差了五六年的人做出來的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他給我一個類似參照系吧 就是說他讓我知道說 比如說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能夠看書的速度 那工作的話 我大概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但是如果我加入一個網路上面的社群 那這個社群裡面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貢獻 那因為大家都是開放的 因為我當時是去archive ARXIV去找論文 那所以archive上面本來大家都是 不受著作權的影響 也不受什麼期刊的影響 那在以前沒有archive的時候 你都要付很多錢給期刊 才能夠看到最新的這個研究 但是有了archive之後 像我這種其實就沒有什麼錢的 就可以很容易的 也可以變成尖端的研究能夠跟得上 所以我覺得七年級跟八年級的最大的差別 就是七年級是跟著書本 那八年級是跟著網路社群 那所以七年級是一個參照系的一個狀況 就讓我知道說 其實我接下來跟網路社群 越互動越多 我在知識上面我就可以對人類很快的做出貢獻 那這有點像剛剛講德國那個記者 很快做出貢獻的那個想法 那在就是如果我不加入這個社群的話 那我自己閉門造句 大概只能做到這個程度 可能只有開門造句的十分之一不到的貢獻能量 所以我想它是作為一個比較 那所以也回答你後面那一部分問題 就是說其實對我來講其實並不是 就是只是不去學校而已 並不是所謂載學 我還是繼續進行就是學習的工作 那我記得當時就是我跟我的校長 是說我當然是不會荒廢我的學業 那但是我是告訴他說有這樣一個社群 然後我跟他講說我跟目前的研究者 有哪些哪些很具體的互動 所以是在校長說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的這個前提底下 因為他去幫我擋著那個就是 舊學的限制 當時如果不是他圍造文書的話 我就要發錢了 那現在過了追溯期了 無所謂就 所以就是說 這另外一方面也是讓我對於體制裡面 願意這樣子撐出空間來 給可能一些比較不同的朋友們的這些校長 一方面是尊敬 第二方面是讓我對公務員的創新能力 現在都是非常非常的optimistic 就是覺得非常樂觀 就是任何公務員這個如果我希望他有一些 創新的想法提出來 我就會想到我當時的那個杜惠平校長就覺得說 不管你年紀再大 其實只要有一個就是願意學習的心 那其實可以跟著這些新的情況一起學習 所以大概這樣子的回答你就是 如果不是我銀河科展 這兩次那這兩次又有這麼大的差別 最大的鼓勵是想法 嗯 對 其實 其實我自己在做科展的時候在八年級的那一次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那個非常融場的 就是連城市碼都印出來的那一個 對 其實像是學術上面寫作的這個題材 就是透過BBS就是 現在還有的這種東西來 來互動來完成的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實際到了科展的現場 那評審老師們也都給了我非常多很好的建議 那當然剛講那個太過融場的評語 就是其中因為我已經忘記名字的評審老師講的 他覺得說我的那個abstract 其實因為我在做的事情非常的清楚 不需要把過程都寫出來 只要把實際做的貢獻寫出來就好了 那我覺得這些評審老師們就是都是很具體的 沒有把我當作只是一個學生 是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者 那他如果看到另外一個研究者有這樣子的東西 他是其實是很不留情面的 那這個不留情面其實並不是對我個人 有什麼不舒服之處等等 他只是說如果你這樣子寫 你會浪費掉研究人員的時間 那所以同樣的不是只是題材 包含他的內容 也是應該要把最重要的先放在前面 然後把接下來大家可以接著研究的部分 也很快的就寫出來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同樣的這些教授們 或者這些評審們的指導 也就是對我接下來去加入這個科學社群 可以說是一個先修班 就是我不用等國外的研究者來告訴我說 我浪費他們時間 這個評審們先告訴我說 如果你不浪費別人時間 你可以怎麼做 所以一個是在國式上 一個是在內容上 但大概都是讓我們接下來 跟學術社群的互動變得更容易 下一個問題是想要請問你在未來 在做完科展之後 未來就有沒有曾經來一個瞬間 就懂了你相信過你做科展 會相信你做科展 為什麼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沒有 好像很少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我比較常想起來的 其實是一些比較social的一些片刻 不是我做科展的時候 而是一般人一起去北京的時候 對 那或者是說 之後好像也辦過一些營隊 就是回來台灣 那就連第二名第三名也都有一起營隊 那在營隊裡面 我分享我什麼寫的一些詩 或者說那時候在迷這個人造語言 然後也交了新朋友 可是我記得的都是就是那些新朋友 那然後以及這個互動的片刻 那他們的作品是什麼 除了那個麵包床的一定要我講之外 我現在還記得之外 其他都挺忘光的 所以我也覺得說 這些題目 這些題目大概都是 讓人跟人之間彼此互相接觸 然後結成這個互相類似學習的這個學伴 或者是說 變成一個學習社群的這樣一個藉口 那個作品現在 大概也不太有人會記得 那我之前做的 寫的那些程式怎麼寫的 我現在也不是非常清楚了 但是當時交的朋友 然後實際到的地方 然後在這邊認識的之後 認識其他同學 是到現在還會記得 最後一問題是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給 目前正在思考課長主題的同學 或者是你有沒有什麼主題 是你覺得比較符合現在的趨勢 我那時候九年級的時候 一直想要做一個科展題目 就是如何贏得科展 去做一個之前科展資料庫的分析 然後那個評審委員的那個偏好分析 然後什麼之類 然後最後就是應用這個所學 然後讓這個一定就能夠進入全國科展 而且因為如果這個沒有進入 就沒有人會看到我這個作品 如果我這個進入就表示我研究成功了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所謂的這個meta game 就是一個厚攝的科展主題 我真的完全開玩笑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說 能不能夠對社會有所貢獻 那每一個人因為他所在的社會環境都不一樣 有些人他認識的朋友們比較在意 好不像對環境有所貢獻 好不像說氣候危機等等 有些朋友他在意的是對社會 他不像說貧富不均的問題能夠改善 有些朋友是覺得說 其實他的這個貢獻就是純粹學術社群 他想要把學術社群在他年紀很小的時候 的那個我們說envelope 就是人類的邊疆再往外推一點 他不是很在意說對一般平民的貢獻 但是對學術社群的這個小社會 他一定要貢獻 所以每個人的腦裡的那個社會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話 整個社會都會來幫助你 所以一開始就搞清楚你的stateholder 就是你的權益關係人 你這樣子做這個研究 他會對誰帶來好處 或者會對誰帶來不利 這個在一開始就可以先問自己 問完自己之後 你去找這些人再問他說 我覺得這會有這樣子的好處 他說你們覺得呢 這樣子就可以透過一種 滾動式的方法去 有一個你的小社群出來 那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去問他們說 那我現在做哪個題目 才能夠體現大家立場不同的是共同的價值 那這樣的話你就多了很多願意來幫你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 我會覺得你做的這個題目 未來就比較會進入你自己的工作的一部分 而不是只是為了客棧的關係 或者是只是為了要交差了事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事實上我覺得德明的機率也比較高了 謝謝國友 有禮拜師介紹 各位好 我是中山禮拜的葉晨瑞 那接下來我的問題 大概會圍繞在AI 或者是這幾年重鎮之後的內容上面 第一個問題的話是 今年AI崛起 然後你曾經有講過說 其實如果我們一直當AI 結果輔助的工作的話 它是不會有取代人類工作的 對 然後 但會不會擔心 有人打破那個 那條線 或者是UG 就是踏破那個線之後去 違反了這個規定 不過我想這裡要分成兩個部分來談 一個部分是說 你剛剛問的是說 有沒有人會說 那我就來設計一個 不是只是當作輔助用的 而是有機會去幫別人做決定 而且也不問過他 先不管他的隱私了 甚至連交代都不給出來 的這樣子的一種AI 那事實上是有 而且也還是蠻多人在這樣子做的 因為你在不同的社會裡面 它的社會常規 它的norm是不一樣的 在我們這邊覺得隱私給的出交代 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旁邊的一些管轄領域 這就沒有那麼重要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在沒有那麼重要的情況下 他們自然會去做一些比較忽略掉這些的事情做 那他而且尤其他們有一些可以完全不管就是人權的一些示範區嘛 好比像說新疆啊等等 那有這些示範區當然他們就可以再開發更多的 從我們看起來是完全不可思議的的一些AI的一些應用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實然 這不是映然說 會不會擔心有人這樣做 事實上有些人每天在這樣做 這是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說 好我們知道有些人每天都這樣子做了 那我們能做什麼 對不對 那一個是說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在把所謂輔助式智慧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台灣在開發的時候要考慮 而是去把所有就是跟我們的想法比較類似的 這個平等待我之國家共同奮鬥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好比像說歐盟他們最近也有一個AI的指導的這個質疑 在裡面所講的價值 什麼privacy accountability等等 跟我們在這邊講的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又或者像說美國有一些州 他比如說加州最近才推出了他們的 就是各個人資料的隱私的保護法 也是比較接近歐盟 而比較不接近這個美國其他地方等等 就是說我們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不斷去接觸跟我們理念比較像的 然後來倡議說這個東西應該是飆繪 就是說你最基本就要照顧到這些事情 那你當然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比這個再差的 也許我們就會開始採取一些 好比像說禁運等等的這些手段 然後去確保說 如果沒有達成最最最基本的 這個體現的話 那這樣子的東西 要嘛是我們這邊不出口過去 要嘛就是他們那邊沒有辦法進口進來 你總是要達到一定的這個標準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透過一般國際合作 以及貿易的這個體系來去做到 那當然我們還沒有講到第三個 就是說如果它有利己的危害 那就是好比像說合物那樣子的東西了 那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當然就不是只是比較軟的說 那這個我們來談判一下 要制裁一下 什麼之類的 而是說你就必須要說到說 那你如果開始做這種事情 而且被偵測到了 那就當作你對人類發動的第一次攻擊 而任何人都可以還擊了 那這個其實是在現在還沒有發生的場景 但是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好比像說像以色列在之前 我們在資安上面如果是受到網路的攻擊 那你當然可以防守 你也可以網路攻擊回去去癱瘓它 這個都是在常規裡面的 但是以色列之前就有一次 它被網路攻擊 並且知道是哪個電腦之後 它就還了一枚飛彈 那所以就是運用這個力學方法 來回應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norm design 就是說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那當然它的那個給出交代的要求 會變非常高 你沒有誤詐別人 你怎麼知道這個真的是這台電腦過來的 以及它所造成你立即的傷害 是不是跟你所換一顆飛彈 這個是相當相撐的 這個都是就是非常非常需要謹慎討論的 並不是說你換一顆飛彈就是對的 對 那但是這個東西隨著就是AI 接下來如果會有越來越多的 像這種造成立即有害的可能性出現 到這個第三個等級的手段 可能就會開始進入討論 那現在很多國家都在準備這樣子的討論 但是目前包含無人機在內等等 都還沒有升級到這個階段 所以也沒有立刻這個階段就有哪些norm 但是確實這樣方面的討論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是現在有非常多個 就是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立刻就可以看到 這些所謂的norm package 就是我們的一般常規的一報常規 那這些東西都很歡迎大家來了解 那我下一個問題是 像剛剛有提到說 面對AI接下來的發展 可能就是希望說大家一起有一個 定一個共同的規範這樣子 那如果是就我們自己政府的話 國際的標準 那國際有這個標準就跟上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我們現有的法令 如果沒有辦法照顧到AI的情況 好比像說大家都會想到著作權 AI寫這個東西到底算誰的 但那個其實是已經裡面 政治最小的 那還有很多政治比較大的 那在這些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用個案的方法 一個一個案子來的時候 現在我們在好像說國發會 有一個個資的一個協調中心 就是他們去跟歐盟談判 GDPR氏族性的這個東西 他們每個個案過來 他們就會去看說 這個案做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才叫不侵犯個資 那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就會侵犯了個資 那他每一案 他在這樣子裁決的時候 慢慢就會整理出 他一套判例的系統來 那我們也很期待說 監察院很快就要成立 所謂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國家人權委員會裡面 會有七位監察委員 專門來負責就是一個超然的高度 他完全不在行政體系裡面 去看我們的隱私的保護 有沒有做到 那行政員呢 不管是從國發會 或者未來也許也會有一個 各自轉責的所謂的獨立機關 去跟監察院的這些委員們 去給出交代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好處就是說 他比較不會行政機關 為了權益之計 就先做一些 感覺上是有侵犯到個子 然後民間就說 政府都在做了 為什麼我們不能做 然後慢慢的就是 雖然民間覺得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因為政府跟大企業都在做了 所以慢慢又變成沒有問題的 這種有點侵蝕性的 這樣的東西會出現 那如果監察院有一個 那行政院有一個獨立機關的話 我們每次民間只要看到什麼東西 他們覺得說 這有疑慮 那就可以尋這樣子的程序 去進行調解或者去進行澄清 那我覺得這個機制的形成 對未來AI不要侵犯到 各自還有要給得出交代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目前主要就是先學習和採考的 現在就是有一些個案 每個個案裡面累積這個判例 以及這個判例怎麼樣做出的這個原因 但是呢 因為目前 畢竟還是行政體系裡面的 所以他比較沒有一個獨立的專責機關 去跟全民交代 因為獨立專責機關有點像運安會 運安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運安會它就是一個三級獨立機關 那每次在發生運輸的事故的時候 他是有超然獨立的學者 因為他是行政院的直屬嘛 他也不是屬於特定的交通部什麼 所以每一個文員他是以他的專業 而不是說他如果講了什麼 那可能就是他接下來就會不拚他了 什麼之類的這個情況 所以他在人事跟財務上面 都有一定的獨立性的情況下 他做出來這個判斷 全民比較會相信 比較有公信力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在各自營私上會有這個 那在更大的人權上面會有監察院的 那等這兩個應該在接下來一兩年都會就位之後 那我覺得他的公信力會比我們目前的多 所以並不是說現在我們不做同案的 只是我們現在做同案的公信力 因為這個機制設計的關係 不會有接下來的 這樣子一個新的機制要來的好 所以我們想要問的是關於數位外交的未來發展會有什麼樣的期許 OK其實這個昨天還有猜了一個社會外交的一個蠻好的意思 就是我在推特上面 他本來寫繁體字 我把它改成繁體字而已 沒有什麼別的 或者全部只改一個字 那但是這個其實在就是外交上面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以前像這種所謂的正式的外交 叫第一軌外交 是兩邊各派出外交官 那這兩個外交官事前都已經取得了授權 他們在工作層級也已經安排了哪些人會出現 那工作層級已經不知道多少次的會前會 然後之後才會出現像這樣子一種手掌對手掌的這樣一種互動 那所以這個是所謂的top down 對 那就是雙方各有一隊人嘛 這隊人嘛 這個每一集都要討論完 然後才會上面的做一個裁定 那但是我呢 就是透過我自己的就是公民黑客的身份 是在下班時間呢 並不是說我上班時間跑去看日本網站 下班時間去他們用開放政府的原則 所公布在網路叫做github上面的 這樣一個歡迎任何人投稿的這樣子一個機制裡面 我去投稿跟他說 那你這個地方應該要翻成繁體字的那個繁體的皮 那因為他的網站上面選英文的部分也是寫English 並不是用日文或者合字漢字去寫英文嘛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那你如果要用繁體字 那應該至少用繁體字來寫繁體字吧 對 那所以我這樣子提了之後 當然很快他們就批准通過 所以我的這個改變就已經變成了他們的網站的一部分嘛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並不是以我是什麼IT大臣的身份 我的同事也都不知道我做的這件事情 我們也沒有什麼第一回外交那個先這個請客吃飯 什麼都都沒有 我就是先用button up 就是我就是一個一般的 跟他們一般的市民是一樣的的身份 先去提出了一個修正 那這個修正通過之後 他們再發現說 欸這個人好像他的身份不是一般的孟明黑客 他好像是這個IT大臣 所以他們的議員就注意到了 那他們議員一注意到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議員的轉貼 他也不是他自己注意到的 是一個叫Haluseki Haluseki是日本叫做Code for Japan的 這樣子一個類似我們G0B 領事政府的一個發起人 那所以他是他先注意到 所以他注意到的情況下 你看只有15個人轉推啊 基本上就是完全沒有人在注意 那他的市議員注意到 哦那就144個轉推了 那然後呢 那他市議員注意到之後 欸那當然就小吃白喝死就注意到了 哦那這個轉推的人就就多了 所以就611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完全是從工作成績 好像冒泡泡一樣浮上來的 但這件事情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樣子button up 其實是我們所謂的第二軌外交 其實現在我們自己在第一軌的公務員 因為網路時代的這個方便 我當然不可能禮拜天跑去日本 真的去幫他們做檢疫的工作 這大家都會不會讓我走 但是去把檢疫的網站去做修改 這個我就是透過網路就可以做到 所以第一個我們說台灣Campel 我們能夠給出貢獻的 這樣子一個管道變得比較通常 那第二個我們就不需要再等官方所謂的批准 只要透過這種大家都可以貢獻 所謂社會創新的地方提出貢獻 自然會有外交價值 那第三個是我們這樣子做出來的貢獻 也歡迎其他人在這個程度上面 再做更進一步的貢獻 好比像說我們自己總統被黑客松 是歡迎所有人的參加 那這個總統被黑客松的影片 因為我們是開放緣嘛 任何人都可以配音啦 所以我們就有同仁就來配音 那他配音的時候呢 就配了一個日文 但是這個分野的負荷也來 那所以你看這個轉推人更多 比剛剛的那個更多 所以這個就會讓我們發現說 我們自己辦一個台灣的活動 但是因為我們開放這個網友去混搭 然後有一個日文的版本 就感動了非常多日本人 那感動了日本人之後呢 就有人開始問說 那為什麼反而有日文 而沒有這個 他不像說台語啊 你們知道鄉民都欸 那個嘛 對 那有台語的話就會問說 有沒有客家話啊 那所以我們的教育部同仁就冒出來了 這個是教育部中生教育師同仁 配音 我今天是一個問題是一番囉 我告訴你 比英雄來的經營 他車廂慢慢的建設 每個畢業 你所謂是在香港一家的經營 但我不是單獨奮戰 一人一人做特別的經營 對 那所以這裡就是不要單獨奮戰的這個概念 那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 所謂得到讀主 就是我們的貢獻 只要願意其他人拿著這個貢獻 再去改做成更符合它的版本 有點像維基百科這樣 所謂開放式創新的精神 那我們就算一點點小的動作改一個字 就會像聯繫一樣的這樣子擴散開來 擴散開來之後 它的外交效果就是所謂的第二軌外交 就是他們一般常民都會感覺得到 但是又有第一軌外交的這個性質 因為畢竟是IT大成改的 那所以可能這就可以兩國外交去把它併重 那這個只有在數位的世界裡面才比較容易這樣做 所以就是說 現在透過科技不一樣 然後我們也可以從開放式重新 讓外交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面去進行 你不需要 你可以跳過對方的外交官 你可以直接面對對方的國民嘛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這邊也不是只有外交官才能做貢獻 我們這邊的一般國民也可以做貢獻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這個訪問的時候 G0B社群的有一位叫做加明宗的朋友 他就是做口罩地圖 他是第二個做的 第一個就是Google的那個奧向工作室 第二個就是有一堆紅色三角形 綠色三角形的那個版本 就是他做的 那他也是台南人 他現在就正在同時幫韓國 已經做出來了 跟幫日本做他們的口罩地圖 所以這個時候 他也不需要經過誰的批准 就是我們一個一般的公民去幫對方做貢獻 但是對方還是會非常感謝整個台灣的社群 那這是不是就是這幾年在力推的國民外交 對 這是所謂的暖實力 我們叫暖實力外交 那英文叫做Taiwan can tell 好 然後我們下一個問題的話是 因為我們知道你會參與自立如賢助青年 甚至是青少年去參與政府 像是我們青少會復招的成本 是的 然後但是會去注重年輕人的聲音 這件事情 和你的成長經歷都沒有關係 對 當然其實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在科展之後 校長幫我擋著 然後我就去創業了 那創業的時候 當然我其實才15歲 那裡有投票群是有五年的時間 所以可以說有五年的時間 我可以參與各國的 包含民主啊 包含它的最新的創新的發展啊 包含科學界的一些 就是AI啊等等 但是我沒有投票群 所以這就會讓人覺得說 這個中間的差距非常的大 就是說有一些朋友們 他明明已經就是對公共政策 有非常多討論的熱情 可是他在傳統的民主政治裡面 等於他那一票不被算在裡面 那我們知道你的票如果不被算在裡面 政治人物就不用管理 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是大家在討論政策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預設就是 我們以20歲以上的人的需求開始討論 然後20歲以下的人反正沒有投票群 就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一方面當然我是非常支持說 我們單點是休閒 然後讓18歲的朋友也有投票群 可是還不夠 因為投票群你畢竟兩年或四年 才有一次上載三個委員的機會 這個頻寬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們這邊注重的就是 所謂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有參與的機會 包含在我們連署平台上面提案 在地方創生的工作坊 透過Let's Talk等等的這種方式 都是就算你不到18歲 現在教育部也說是見習青年 可以透過志工的這個身份 也能夠來加入就是青年署的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教育部 尤其這幾年跟青年署的朋友們合作 他們對於這個青年定義是 就是非常廣闊的 就是曾經是青年的 我們也就是對青年一定有想法 那還不是青年的就叫見習的青年 所以可以說大家來一起聚焦 去幫18歲上下的朋友們來想 就是他們的想法 怎麼樣指引變成未來的方向 大家想出來的這個方向 不一定有可行性 因為畢竟你如果才18歲 你對於怎麼樣子可行 不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怎麼樣才對 價值上面很可能比老一輩的朋友們更清楚 因為最新的趨勢 而且比較沒有所謂的慣心嘛 所以這個時候這邊指出來的方向 那就是由老一輩的朋友來幫忙去想怎麼樣達成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互動方法 好 下一題的話是你在十多歲的時候是有創業的經驗 那當下的話有遇到過什麼困難嗎 就是因為會受到你的年齡 對啊 那時候一開始還算同工 對啊 我是覺得說 當然就是我們理解到說 就是要照顧勞動權益什麼的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但是我覺得在一般來講 我們對一個人什麼時候成年的這件事情 什麼樣都是很一道歉的 因為法律的必要 就好像說你前一天還完全不用負責任 你後一天就完全需要負責任 就是沒有一個過度式漸進式的這樣子一個感覺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像我們USR是在高教的階段 那Ustart也是在高教的階段 但現在隨著就是新課綱的推出 我們在高中也有所謂的就是校定的選修 加深加廣等等 它其實就是把我們在大學階段已經試了一陣子的 透過選修的課程來達成大學的社會責任 或者大學的創新創業這兩支USR Ustart的這兩支計劃 把它變成你在高中階段 就已經可以用類似的精神來做 那現在當然因為大家都還在摸索 所以教育部以我所知了 也沒有一個就是好像中央律定似的 你要怎麼樣在高中階段去實現社會責任 或者高中階段創新創業 但是以我所知也有很多學校 它自己的課法會已經開始用這樣子的方式 一開始甚至是用桌遊的方式 先讓大家體驗一個創業的過程 然後接下來再來挑一個小小的題目 大家試著創業看看 以我所知已經有朋友開始把這個設計 到他們的高中教程裡面去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不管創新也好 創業也好 它只要是扣緊我們所謂的聯合國有序發展目標 就對大家都好 而不是只有對這個學生好的這個方向 那我覺得我們就可以期待說 我們在大學段已經試出來這些東西 可以在高中段就已經可以開始出現 那這樣的話大家就不會覺得說 你還不到18歲就這個不應該創業 或者是就這個不能夠成年啊什麼之類 那反而是你可以反過來說服家長說 等他畢業再創業的話 那你們家要吸收全部的風險了 但是如果他在學校的時候就創業的話 學校幫忙吸收大部分的風險啊 這就是為什麼YouStart創業的成功的機率 都比別人高啊 就是因為他旁邊的這個學校的支持系統 包含之前創業的各個K次的學長界 都幫你在產業裡面找好位置 幫你吸收掉非常多的摸索探索的方向 所以新課長裡面其實也包含一個 建造一個過渡期的部分 沒錯 然後這樣的話 下一位有問題是 因為剛開始會進行政院 是受到連圈院長的邀請 對啊 那有想過當初有很猶豫嗎 還是就覺得很難思考 因為這我就作興趣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其實2014年底開始 當時就是王晨國院長 當街院長的時候 那其實我就已經開始跟行政院 當時所有十二指等三百位朋友 我們一起在工人力訓練中心 來探索說我們當時剛佔領國立法院 然後一起來探索說我們行政院如果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以後立法院就比較不會被佔領 因為大家其實也很忙 也沒有空整天佔領立法院 所以因為當時大家所提出來的 大概就是說工廳會圖具行事 這個是最基本的 還有就是說沒有預告他等於偷跑 那等等的這些情況 那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應該要有一個平台 就是後來的壯營平台 能夠所有的法規的預告 包含法律大部分的預告案 都在上面至少討論個60天 那最短最短也討論個14天 而且是公開詢問公開回應 而不是每個人打給承辦人 那承辦人也很煩啊 就是每個人都不知道前面已經一百人問過一樣的問題了 那每個人都在說承辦人黑箱 可是那是因為承辦人的時間就被切得非常的細碎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公開的平台來 讓承辦人可以節省他的成本 他的時間成本 那讓來參加的民眾可以更多的credit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來達到彼此更多的故性 那就是當時大家都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一個課題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我等於就是一個類似見席顧問這樣子一個身份 那在幫助就是從當時貿主委員長到後來張三成員長的內閣來進行討論 所以其實我當時也常常到就是我現在的辦公室 當時是蔡越林政委的辦公室 所以我想對於事務官朋友來講我是守面孔 就是並不是說好像空降一個人 他已經幫我們這個兩年了那見習轉正啊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我會覺得說跟事務官的互信是最重要的 如果當時不是有跟事務官的互信 包含在人事行政總署或者文官學院或什麼 跟幾千位文官有這樣子的互動 我大概也不會答應 那但是就是因為有這麼多很正向的互動 也看到在公務體系裡面創新的能量 所以當時林學院長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是說那但是我要先講好 就是說我還是類似一個顧問的輔導的一個角色 我不會由上而下的去督導才是哪一個部會去做什麼事情 還是他們碰到狀況各個部會中間很難 彌合他們價值的時候 我像以前那樣子開個工作坊 來讓大家能夠協作協同工作 是一個比較柔性的狀態 那當時林全老師是說可以 那所以我是在他的鼓勵之下 那就是繼續完成這樣子的工作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不管以前是顧問或現在是政委 那現在我的工作的方式並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從中做一個協調活動的角色 沒錯 然後最後他想要問的是 政委有什麼就是想要呈現給 因為我們是做專刊嘛 看這個專刊的人 或者是現在面臨108課的學生 有什麼想說的話 對 我想就是說雖然大家面臨108課 剛剛覺得好像有點白老手的感覺 那但是其實你們的老師們也都是這個感覺 所以就是說學生尤其是高中這個階段 跟老師是已經平起平坐的關係了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好像老師 老師也在摸著石頭過 並不是說他馬上就知道要怎麼樣做 所以第一個比較體諒一下 就是你們的老師他們也都在找方向 那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你發現有哪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學校的課發會很多有學生代表 那當然學生代表的功能如何再說 但是至少形式上有吧 那形式上如果有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要求說 好比相處之後的這個課發會的討論 是不是提早一些時間 讓課發會裡面學生代表知道 這樣子的話他去更廣泛的徵詢同學的意見 才會變成他一個人的意見 那因為如果是行政人員 或者是這個資深的老師的話 他有時候看幾個字馬上就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 但是如果是同學的話 他可能還要去詢問一下 可能要過個一個禮拜 他才很清楚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但如果是開會前兩天才給你資料的話 那叫他你在會議上 大概也沒有什麼發言的權利 所以我會建議說 第一個就是在程序上面 盡可能去要求 對你們學校的課發會有實質的參與權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你的課發會 提供給你討論資料的時候 盡量讓他盡量早 甚至在擬稿階段就可以先給操稿 當然你要答應說 你不要上什麼靠北什麼什麼 包了要什麼什麼 去罵這份操稿 因為人家操稿給你 就是還沒有完成給你 如果他被你罵一句說 還沒有完成錄迪 以後就不會給你操稿了 所以操稿或擬稿給你 那讓你有更多的機會 去征詢你的同學的意見 那這樣的話從課發會角度來看 你的學生代表有一些 很具體的很好這個討論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拘束力 就會越來越高 大家愈來愈願意說 做什麼決定也想先聽一下 學生代表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會做一個像 學生版的join平台這樣嗎 當然我想這是每個學校 自己的能力嘛 就是說我們join平台其實 它的程序上面用到的東西 其實並不是掉不起的技術 任何一個會加討論版論壇的人 其實也都加得出來 所以依我所持 很多學校本來就是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重點並不是它是把東西PO上去 而是說這裡面的意見 怎麼樣子就是具體的意義的去回應 那這個回應的這個機制 所謂的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關於學生的學生都要參與 所以是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回應的機制 這個是很重要 那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了 你在暗表操課 這個時候中文平台這種技術的東西 就可以來幫忙 但是如果這個機制設計的 大家就不服氣 那你的界面再漂亮 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機制的議程的設定的參與者 就是最重要的 謝謝 我有問你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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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想問嗎 對啊 因為我跟他們問了 就是 方向不太一樣 你會這樣 任何人 對 我想問一下 因為 就是 我是做我們學校的校刊的同學 對 然後我先詢問一下 然後 我可以問一下 請問您對口罩地和靈感的想法帶來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叫吳戰衛的人 他在超商的階段就寫出來了 他寫出來我就看到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並不是我的靈感 是有人已經寫出來了 好的 我可以問一下 就是 求學的時候 就是如何對抗 就是有關 就是 客服遭遇學校的那種恐懼症 或是什麼 然後 如何 找到自己適合的學習方向 簡單來講就是回去嘛 就是 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 你 恐懼症是你 你非得去啊 那你就不去 就沒有恐懼症了 對 所以 我是覺得說 以前大家都覺得說 學習好像是你幾歲一定要上幾年級 上幾年級之後 就要達到什麼程度啊等等 但我剛剛講 如果你只是所謂世性良才 所謂終身學期的話 第一個你在每一個年紀的時候 去學什麼本來就沒有一個定論 第二個就是說你的場域 要不要在學校裡面也隨便 那台灣在這方面 因為所謂的實驗教育三法 不好意思 因為所謂的實驗教育三法 其實是最開放的 你隨時想要申請 自學 機構自學 個人自學 你就去申請嘛 就算沒有申請 就是不是所謂的創新教育 而是教育創新 那你也可以去說服你的老師嘛 然後讓你能用一些彈性的方式等等 所以這個光譜 現在可以說是已經撐得很開 只是你要不要去使用而已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如果不 不去談 那大概就會很容易恐懼 恐懼大概都是來自於未知嘛 你不知道 你如果去談的話 會不會遭到一些很不好的對待 但是呢 一個談判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BEDNA 就是你的次家被選方案 就是說如果談判破裂的話 你要幹嗎 這樣 那像我當年是談判破裂的話 就要罰錢了 那所以我的BEDNA就很弱 但是你們現在的話 你談判破裂的話 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除了準學之外 也要去申請自學啊 也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的BEDNA就很好 那你的BEDNA越好 你去談判的時候 你的地位就越平等 那地位平等的話 你就越不需要害怕 那不需要害怕的話 其實往往說不定 你還可以反過頭來 告訴你的老師說 或你的學校說 他可以怎麼樣規劃 這個學習環境 可以觀察更好 就變一個雙贏的 這樣子一個關係 但如果你不去接觸的話 永遠都是一個恐懼的情況 那所以你就是要抱著 這個你可能有備選方案 所以也不用怕你的這個情況 去談判 那這樣大概就可以去克服恐懼感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是 就是如果時間可以倒轉 那你們想要回到哪裡去改變什麼 那如果時間可以倒轉的話 首先可能要用它來發電 就是發電 什麼東西 我們要先解決能用問題 對 時間可以倒轉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對 但是我並不會想要特別改變歷史裡面的什麼 所以說不管這個時間發 就是時間倒轉的這個理論的發展到哪裡 這個都我想最重要的還是 對我來講 它對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上面的應用 不管是哪來發電 或者是拿來去解決我們 好比像說星際旅行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 並不是不知道說 宇宙裡面有某些類地球的行星 我們去不需要花什麼成本 就可以去遷局 主要還是旅行到那邊的時間太長了 那你如果時間可以倒轉的話 你就沒有旅行到那邊的時間太長的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把所有 然後我們望遠去偵測到的類地球行星 通通都變成不同的社會的這個殖民地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有人想要做這個也是很歡迎 對我來講 我的重點不會放在已經過去的事情上 對我來講都是永遠都是放在未來上面 謝謝總 我還有想要補充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在政委在訪問圖中 一直有提到要對社會有貢獻 就是貢獻對於我們這個 像是普通的高章生 沒有那種IT大臣那種稱號或者是身分 那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得小 比較貢獻 比貢獻還要再小一點點 不過你一定用過維基百科吧 至少超過作業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還是現在都不流行去維基百科超了 好 那假設你在維基百科上面看到一個錯字 你把它修改成正確的字 它比如說簡體字變繁體字 你做的事跟我是一樣的啊 我也是去看人家網站發現簡體字 我那個字改成繁體字啊 完全沒有差別啊 所以就是你在維基百科上面 你只要按一個編輯 然後送出 你就已經對社會有貢獻 而且那個程度 雖然這個確實人家的東京都知識 大概不會特別感謝你 但是大家整個社群都知道 你的貢獻跟我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只是說 第一軌外交那邊有些突破的方法 那在第二軌就是從社群的角度來看 就是你實際做了什麼 那個東西本身就是你的貢獻 也很少人是為了自己什麼 就是養名利萬啊 什麼才去做的 所以如果你只專注在貢獻上 而不是專注在因為貢獻而出名上面 那這樣的話其實每一件事情 包含改一個維基百科上的錯字 都是給大家來幫忙的 或者如果你對改錯字沒有興趣 開放街圖 也很多你這個家裡面旁邊的地點 OpenStreetMap 你也可以把它建立起來啊 建立起來之後 之後旁邊上 五六八八交車 就可以交到那個地址啊 之類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一起編輯的東西 那任何一個你挑的 實際做一個小的規模的編輯 其實你最貢獻跟我剛剛講過 對東京那個網站做的就是一樣的 OK 是的 我想請問請問 在最後還有沒有什麼想要說的話 我想大概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對於這個議程設定的這個參與 我覺得如果一個社會裡面 好像比較說法律 我們說如果一個社會裡面 如果大部分的人 都完全沒有法律的知識 只有少數的懂法律的人 在那邊制定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所有人都是不利的情況 因為不管他多麼法治 他到最後還是會變成類似獨在極權的 這樣子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為什麼那麼強調素養 就是Competence 就是希望大家在每一步都知道說 有比你稍微懂一點的人 你要怎麼樣子去聽懂 他們所講的話知識的轉應者 有比你稍微不懂一點的人 你可以怎麼樣子去幫助他們 讓他們更懂一點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並不是每個人都要去當立法委員 或者去當法規會主委 或者去當大法官 就是在這邊的這些朋友 那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個人都可以好比像說 法律百合運動在這裡之類的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一些社群 這些每個社群都有他的上游 就是他比較看得懂別人還看不懂的東西 以及他的下游 就比較看得懂他的這些朋友們 那這個鎖鏈 這樣子如果做出來的話 不管是在法律上 或者我們剛剛在講 比較像是民主公共行政上面 這些上面 如果都有這樣子的生態系出現的話 我們就是一個比較健全的社會 就不會再有說好像政治離我很遠 法律離我很遠 什麼離我很遠 來達到共和的這樣子一種社群裡面的能力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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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團體的合照嗎 沒有問題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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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